詞曲 李宗君 那時候是從 讓在學校 教學生如何預習 對 然後 帶他們說怎麼樣是預習的方式 那從 他們一開始轉變形態的時候 所以他搞不太清楚狀況 所以就在教室 或者是 就是利用一開始的時候利用早修時間 讓他們預習今天要上的東西 就是上均衣平台去預習他們今天要上的內容 然後在課堂上我們再進行討論 對 那我們班比較特別的是 我那時候用學生的程度落差比較大 所以我邀請了兩個家長來幫助我們 對 所以這兩個家長就是 在課前我會跟家長講好說 我們會怎麼樣帶討論 那家長因為孩子的程度落差大的話 所以需要有一點大人的協助 那我主要的想法主要概念是希望說 孩子在一堂課裡面可以把學會一個概念就好了 那希望是所有我們三四個孩子 都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不要把他的問題帶回家 對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主要是這樣子的模式 那在讓孩子說教他們是如何去討論 那討論這個部分其實一開始孩子還是不太懂 怎麼去深入問題 所以我們就從國語課讓他們提問 因為國語這種東西孩子比較熟悉 那所以用國語課的部分 引導他們如何去提問問題 那再帶到數學課裡面 那讓他們去做討論彼此之間的問答 就是他問他的問題或是提出他的疑惑來 讓孩子知道說他自己疑惑點在哪裡 針對他的疑惑點才是他最主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始進行的模式是這樣子的 而是開始了 節奏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